我們今天上網頁的第二課 我們上一節課交到Conditional Panel 可以允許你的這個 就是APP介面有一些一定程度的變化 不過這個基本架構還在 然後變化性很少 你還是基本上不可能想像 有一些東西怎麼做出來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我們需要的問題是說 現在使用者要輸入參數 它只能夠按照你所制定的這個控制bar 讓它去輸入數字啊 或者是用拉的啊 我們還沒有交輸入文字嘛 不過那個差不了多少 就是反正拉一個空間給它做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使用者一次要上傳很多參數 那這樣子然後APP才能運算 那這樣子的話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允許使用者可以上傳檔案 這樣可以理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啊 我們現在來試著做一件事情 好 這個 這個檔案 這個example data 好 這個example data 現在14顆嘛 這個example data 就是一個有這個 從height 這個就是五個variable的這個 呃 反正它們各有各不同的值啊 這樣子 這是一個資料表這樣子 那這個資料表在用 就是 呃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要怎麼用這個就是 假如說讓使用者上傳檔案啊 然後在server端把它讀到啊 然後再做一些操作這樣子 不過至少 至少現在 在R園裡面 你要自己讀進來 這件事不難啊 你甚至還可以做一些分析這樣子 我們來做一些分析好了 假如做一個summary 我們直接對這個data做summary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variable的這個 這個 一些基本資料這樣子 ok 那這個很簡單嘛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大家都會做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的目標 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好了 假設啊 假設使用者上傳一個檔案 他就可以看到這個head這個函數的結果 和summary這個函數的結果 好 我們現在要做這兩件事喔 好不好 使用者 上傳一個檔案之後 然後這個 首先讓他看到這個資料表的前幾個raw 然後接下來 再讓他看到這個列表的 這個data summary 這樣子 好 我們先複製貼上 我們現在要學這個 學這個通通都是 好 UI 好 儲存 server 反正我們現在要學通都是複製貼上啊 好不好 好 然後 我先把那個 example下來下來 export download ok 然後run app 好你看 現在這是我們的這個 這是我們的一個 基本的這個app 然後我們按 browse 好 然後剛剛下載這裡嘛 好有沒有 然後我這裡還可以拉這個 好 這是不是就是我剛剛期望的功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先 我們先 就是讓你做到這一步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語法程式嘛 這個功能很簡單嘛 大家都看得出來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語法程式嘛 首先先看UI部分 UI部分 首先這個 這個 summarize your data 這句話是廢話嘛對不對 這個是 那個 它的那個標題 這個不重要 好接下來下一個 來這裡重點出來了 我們這裡有三個原件對不對 第一個是 這一個 可以browse這個 data的原件對不對 第二個是這邊有一行字對不對 第三個是這邊有個slider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所以 首先 file input就是第一個原件 第一個原件 它的input id 叫files 然後它的label label就是給你看的 upload your data file 注意這裡是不是有h4 這個h4 會讓這個字變得 比較粗一點 好不好 h1到h6都可以用 這個東西啊 等一下我們會教啦 沒有那麼急 好不好 那個 好那 接著 multiple 這是說你可以上傳幾個檔案 這個只能上傳一個 accept txt plan 這個 詳細的參數 你可以用那個help去查 好不好 這個就是說 我們只看到txt檔 就是剛剛我們在 剛剛我們在上傳的時候 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它是不是只顯示txt檔 這裡如果按所有檔案的話 其實有很多檔案 這樣知道嗎 好大概懂我的意思齁 好那我們來 那我們這個 接著這個 這個就是講一段廢話嘛 對不對 help text就是一段廢話 好 接著slider input n 然後select your observed rows 然後最小值5 最大值20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那個拉吧 對不對 好所以啊 這個參數 顯然就是拿來做這個 就是 就是head後面的那個參數 對不對 就是它input是n 然後那個data竟然是files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裡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summary 這個summary 這個東西就是r語言 直接print出來的結果 對不對 這個 它的那個函數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上次 上捷克用過 對不對 下面有一個新的玩意 叫table output 這個就是一個table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 server端就是 有沒有辦法從files跟n 然後連到summary跟view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server端 在server端 我們現在都知道了 我們server端 只有一種寫法 就output 裡面的什麼等於什麼 output裡面的什麼等於什麼 然後有 有幾個output就有幾個區塊 這樣可以吧 這是一個區塊一個區塊的喔 這樣看得出來吧 好 第一個summary 是 這個random printer random printer 是跟前面這一個 這兩個 這兩個是一對一的喔 好不好 這個就要對應到 這一個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input files isnone isnone就是他沒有 就是他沒有 沒有input file 好不好 等於等於true 那他就return 你必須upload 你的data else else我才做事嘛 對不對 你看我怎麼做事喔 來 read the table input files 這個是我的物件名稱 跟前面有link的對不對 裡面的 data path 裡面的data path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 真實路徑 然後我們把這個真實路徑讀進來 然後做summary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好不好 來你看著喔 如果我把這一串複製下來 也就是 我print就是這一段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實際的路徑 長得什麼樣子好不好 好你有沒有看到其實是一串 暫存的 路徑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串暫存路徑 如果你不用這種方式去叫的話 你是不可能叫得出來的啊 這個 你怎麼看得出這什麼規則啊 這樣可以喔 好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現在寫APP的時候啊 其實 最麻煩的是我現在不知道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在寫阿源的時候 每一行我們都可以再check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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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啊 有了這個random printer 跟這個 跟這個的組合之後啊 我們現在就可以 我們現在就可以在中間 我們把它print出來 然後在APP上看結果 這樣知道吧 這是一個 開發的小技巧 有catch到吧 好 然後接著 view的話 是不是一個table 所以這邊random table 一樣 如果 沒有file的話 我就什麼都不做 然後有file才做事 做什麼事呢 把data讀進來 然後head data 然後豆點 input n input n 就是我那個選擇弱數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APP 這個APP 基本上你們應該是很能掌握它的整個原理吧 這樣可以吧 input file進來之後 左邊 右邊的兩個 通通都是先確定有沒有input data 有的話 才開始進行 才開始做事 剛剛我那個是readtable 那如果隨便上傳一個檔案 會出什麼事 好當然就是不行啦 好不好 因為根本讀不進來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樣大家懂吧 它原理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你現在 會覺得不一樣的地方 只有喔 它有一個虛擬路徑對不對 然後你要透過那個方式 把它的虛擬路徑拿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就把它關掉 再一次 ok 那我們現在 來為你的APP增加一張圖好了 你現在就是based on 這個改喔 based on這份改 based on這份怎麼改勒 好首先 這個summary進來以後 這兩個head的summary 這個裡面都已經有了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還可以做什麼 你還可以做 color 你可以指定一個color 然後你把這個data 直接plot出來 好那這樣 它就會出現這樣的一個plot 好不好 至於這個plot 是每一個variable的散佈圖 相關散佈圖 好不好 這個圖 這個圖你看不懂沒有關係 但是重點是 我現在需要你指定一個color 我主要你要讓使用者可以選一個color 這樣懂意思嗎 然後 把這張圖print出來 把這張圖顯然就是print在 你剛剛APP的 好你在這裡要 需要讓使用者選顏色 這樣可以嗎 然後在這裡 等到它這邊輸入完之後 在下面可以給一張圖 就剛剛那張圖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加radioButton 加plotOutput plotOutput 是在UI端要用的對不對 這個radioButton 也是UI端要用的 但是 在裡面 在server端裡面 我就要randomplot 然後去處理圖形 對不對 好試著做一下好不好 這題應該不會很難 按照我們剛剛這個 就是 它的這個 描述 我們首先要在UI 加兩個東西 對不對 一個是 這個選顏色的地方 對不對 選顏色用什麼函數 選顏色這裡寫 用radioButton 對不對 好啦 那你也不用特別去 把radioButton 在哪裡記下來 其實你可以 你就到商傑克那邊去好了 好我們商傑克 是不是有radioButton 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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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找一下喔 這裡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它 這樣可以嗎 我們 我們現在基本上 基本上都用操的就好了 好不好 然後到這裡 注意啊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原件啊 你只能夠放在 sidebar panel這裡 以後會有一些變化 你現在就記住這樣就好了 你可以豆點 注意喔 你要 增加一個新的東西 你就要用豆點 豆點 Enter 然後把它貼過來 好 當你貼完第一行之後 其實你已經可以按run了喔 你可以試試看有什麼改變 這裡有對不對 當然不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你現在跟 任何東西都沒有連動 這樣可以嗎 好接著我們把它關掉 好關掉 那接著我們在 man panel這裡 我們是不是要給它加一個plot output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一樣 我們到這裡來抄 我們到這裡來抄 我們來給一個plot output好了 所以來table output下面 欸搞什麼鬼 欸靠 好table output下面這裡 我們可以給一個plot output 然後這個名字可以 就叫plot好了 好不好 就這樣子 這樣可以 好那 有了這樣子的 東西之後 你現在一定是不會有什麼改變的 這按是run app 一樣什麼不會改變 為什麼因為你還沒有指定那個plot 你還沒有指定那個plot 是什麼plot啊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怎麼 那我們要怎麼加上那個plot 來我們在server端這裡 注意喔 我們現在在server端 你只要一個 一個這個 一個這個一個 一個XXoutput 你就要對應一個區塊 你不能把它寫在一起喔 寫在一起是不會work的這樣知道嗎 這樣知道嗎 好所以說我們先複製一下這個區塊 我們複製一下這個區塊 我們把它貼下來 然後我們這裡打plot 好這樣可以嗎 那當然啦 這個plot output 這邊要對應到是randomplot 這樣可以嗎 好一樣 如果檔案沒有的話 就不做事嘛 對不對 else 我就先把檔案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要做什麼事 是不是要做 前面講 plot這個 這個動作 這樣可以嗎 好可是這個 顏色 我希望它跟著我的input的改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不是要有input的color 注意喔 這個color 是在UI端的這個color喔 這樣可以吧 好現在 我再按run example 好這個時候 我這個顏色是不是會改了 好這樣可以吧 好這個 這個就是我怎麼 我整個怎麼做下來的邏輯 這樣好嗎 好不過啊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答案好了 我們的答案在 UI這裡 沒有什麼不一樣 在UI這裡沒有什麼不一樣 可是在server端這裡 出現了一個很神奇的做法 我們還是把它全部複製過來 因為這個 scatterplot 這個我有換物件名稱 所以我就複製過來囉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我們複製server之前 我們看一下這串語法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同個檔案 我需要讀三次 在三個區塊分別要讀三次 現在這個檔案小 所以你覺得無所謂對不對 如果檔案大一點 我們可不可能喔 讀一次就好了 然後剩下這三個區塊 共用那個 共用那個檔案 答案是可以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好首先 這個時候你需要學到一個新的函數 叫reactive 這個reactive 就是 這個跟外面的東西都沒關係 就是 它裡面在server端有個暫存檔 這樣子 用reactive這個函數 來看一下 如果有檔案的話 就把檔案讀進來 如果有檔案 如果一樣isnone的話 那我就returntrue returnnone對不對 那如果 有檔案的話 我就把檔案給讀進來 然後returndata data就是我的那個資料表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這整包 它被存成了 叫data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暫存物件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現在下面三個就可以共用它了 因為它就只要讀檔一次就好了 剩下三個就可以共用它 怎麼共用它咧 你在裡面需要用它的時候 你就把data 注意喔 在r裡面 如果不打這個的話 都是物件 都不是函數 所以你需要給它小括號 data小括號 然後把data叫進來 這個時候 它要嘛是什麼都沒有 要嘛是一個data file 對不對 所以如果它是什麼都沒有 一樣先問一下isnone 如果 它 它 它是這個 none的話 那我就 講些話 else我就summary它 這樣可以嗎 然後在 scaterplot這裡 一樣 如果isnone的話 就什麼都不做 else我就plot它 isnone的話 什麼都不做 else我就headdata 然後去print它 這樣子做出來的結果 跟剛剛會一模一樣 你現在當然感覺不到 那微小的速度差別 這樣可以接受齁 不過事實上 這樣寫就是比較好 所以你現在學會了一個新的寫法 reactive 這樣知道嗎 那你只要知道 該抄東西的時候 在哪裡抄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這裡要 開始有大量的記憶要做了喔 好來 首先啊 就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現在所學到的這個 就是能夠操縱的東西 是不是很少 對 那我們現在啊 要把所有能夠加進去的東西都告訴你 也不是所有啦 就是百分之 基本上這些就夠用了啦 好不好 你如果要 大部分的網頁 你去看大部分人的網頁 也就只有都用這幾種而已 好不好 那首先你要先下載這個基本物件範例 這個基本物件範例啊 這個基本物件範例解壓縮完之後 會有一個類似這個 這個 會有一個這樣的資料夾 裡面有一個UI的Server 這樣知道嗎 那 我們先 我先打開我的UI 然後按RUN 好 這邊就是所有的 你看到什麼 什麼種類都有 對不對 什麼種類都有 就是這個 我們先試著讓你 電腦打開這裡好不好 就是你先下載下來 至少也要下載中啦好不好 因為這檔案稍微大一點點 下載中 然後把剛剛這個 把這樣這個畫面給 給叫出來這樣子 好不好 好這裡 現在 現在你開出來這個 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以後 你們就可以留著 為什麼 因為它有很多 你要知道它怎麼用 然後它怎麼用 它實際上 在Server端裡面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一個就是 這個介面 你看都是上面一個按鍵 然後下面一個這個 下面一個 這個東西就是那個 R裡面 console R console裡面的 直接print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之前已經會用這個技巧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結構 首先 這一個 這個版面有點複雜 這個版面的函數 我們就不學了 這個版面的函數是 就是什麼 TablePanel 然後什麼Forel 這個我們都不學了 我們就一個一個區塊看 好不好 因為這些東西等一下 之後我們會有 比較更完整的教學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就只學這個 這個就是每一個按鍵 每一個這個 就是輸入參數的東西 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個東西都是 summit button summit button 就是這一行字 然後接著 我們這邊有個叫 action button action1 然後action1 它這邊就有一個 action2 checkbox1 這邊就有checkbox2 data1 這邊就有data2 這個東西都是在server端 server端只做一件事情 extreme1 extreme2 就是把action1 直接print出來 這樣可以吧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server端 什麼變化都沒有 這樣知道吧 有一些小部分不一樣的 這個是 這個是因為需要下載檔案 這個等一下來講 好不好 有一些小部分不一樣 剩下的所有的 ui server端的東西 都是直接把 ui端的東西 直接print出來 所以你會知道 它原始的樣貌 長什麼樣子 OK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裡 好 現在這個summit button 它出來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的 action button 然後它print出來的東西 長這樣子 好 如果你按一下的話 你按一下 它這邊是不是變1 再按一下 是不是變2 所以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就是 這個按鍵就是你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多一個數字 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之後我們會講 但是你現在大概可以想像 就是如果說我有個事件要觸發 我就是可以用這個按鍵 按下去之後 因為它數字會變換 然後我們再根據這個變換的數字 再來決定它要幹什麼事情 這樣知道吧 那按幾次 按幾次 那個資訊可以保留 可以要也可以不要這樣子 好 接著來 我們在右邊這裡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函數 叫action button 第二個函數叫checkboxinput checkboxinput 在這裡 它就是按打勾 那它回傳的就是true跟false 這樣子 這個非常easy 這個非常easy 好 ok datinput 下一個是datinput 對不對 我們來看datinput 是什麼 datinput就是下來之後 我們可以選一個日期 你選到的日期 在server端 就會呈現出你選到的日期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應該就是 這種控制原件應該很常看到吧 這樣可以吧 ok 那我們繼續 接下來file input file input我們學過了 在這裡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再看一次好不好 你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它的入境名稱 虛擬入境名稱 這個虛擬入境名稱 就是我們剛剛在這裡的 這一個 file1裡面的datapath 這樣可以吧 ok 我們繼續 接著下一個是什麼呢 下一個是checkbox grouper checkbox grouper 比起剛剛的single checkbox 這就只有true跟false 這裡 它同時會有好多個 好多個選項 這好多個選項在這裡 choice1等於1 choice2等於2 choice3等於3 然後default的選取是1跟2 所以一開始它只有1跟2 我把它勾掉之後 它server端就只有1 這樣可以嗎 你server端呈現什麼 跟你在ui端的這裡設置什麼 是息息相關的 全部都不勾呢 就是論 三個都勾呢 就是1 2 3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可以有一些 類似這有點像複選 複選的概念 你如果要做一些複選的話 你就可以用checkbox group 來把它呈現出來給使用者 好接著 Data有DataInput 也有DataRange DataRange DataRangeInput 這裡就有DataRangeInput 上面是DataInput 它不太一樣 你用DataRangeInput的時候 它就要有Start有End 這樣可以吧 然後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你這裡可以選一個日期 然後它第一個數字 第一個就是Start 第二個就是這個 那這一個顯然就是一個 向量 然後長度為2的向量 這樣知道吧 這樣可以喔 這個都可以改的 DataDownload DataDownload是一個最神奇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在這裡 DownloadButton Download2 什麼都沒有喔 就DownloadButton Download2 那它Download什麼東西咧 來 Label這個就不重要了 DownloadData這個可以改 這個就改那個 Button上的文字而已 對不對 我們來看Download2是什麼 Download2就是在這裡 唯一最複雜的地方 來 它需要用到一個這樣的組合 叫DownloadHeader 然後括號 然後裡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FileName的函數 這裡 是Default的 下載的 檔案名稱 我現在 按 真的按Download的 太不給面子了吧 找不到 找不到物件Data 喔這裡要打Cast 再一次 Run 怎麼會這樣 好 我按一下 你是不是看到Data被下來下來了 這個東西 實際上是我這裡給的檔名 使用者其實可以改啦 其實可以改那個檔名 但是我現在就不開出來了 那個就是Chrome的設定而已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直接下載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接著在這裡 在函數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要怎麼把那個檔案 我要Write什麼東西給你 這樣知道吧 你可以用Write.csv 你也可以用那個PDF那個函數 就把圖畫出去這樣子 好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啊 這一個 這一個現在我當然是 叫了一份範例Data進來 然後直接把它寫出去 但是啊你要知道 如果你以後 東西設計得複雜一點 你可以根據使用者的參數啊 將他擅長的檔案啊 做一些處理之後 然後再把東西給他 這樣知道吧 好 然後 所以說Download Download是最難的一個部分 至少他在Server段 最難的一個部分 這樣知道嗎 那 以後啊你要用Download 你就直接抄這行就好了 你只要知道 這個是物件名稱要改嘛 對不對 這個是物件名稱 跟前面要一對一 然後這個是Default檔名 然後剩下這些地方 剩下這些地方 就是看你要怎麼去 怎麼去 怎麼去 你要Write什麼東西出來 注意這邊有個Con 這個Con 就是 這個檔名 只是啊因為使用者 有時候會改他的檔名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不可以 把這個檔名寫死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要寫Con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就要寫Con 這樣可以吧 寫到Con 在Write 你在 要寫出檔案 R2寫出檔案的時候 總是要有一個地方放 那個 FilePath吧 你就把那個 Con 這個東西 放到那個FilePath 那個參數去 Write.csv 它的第二個參數 它第二個參數就是File File 你這樣知道嗎 就是所以以後你 你假如說你PDF這個參數 PDF是畫圖的參數嘛 你們可能忘了 它在File這裡 你第一個就要打Con 這樣可以吧 這個Con 不能改喔 這個Con跟這個Con 名字要一樣 可以改 但是名字要一樣 這樣知道嗎 OK 那我們繼續 先按它Run 我們Download講完之後 RadioButton好像不用講 對不對 接著RadioButton RadioButton不用講 我們已經學過很多次了 對不對 下一個是什麼 Text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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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你可以改文字 主要123 它出來的就是一個文字 這樣知道吧 這樣懂意思嗎 TextInput 它的函數就是TextInput 然後現在NumericInput NumericInput 這個你們本來就會用了 對不對 這個我們上次示範過了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的第一個頁面 第一個頁面 就是簡單的 控制的那個 物件 這樣知道 參數輸入物件 簡單的控制 參數輸入物件 下一個我們來看複雜一點的 好第二頁囉 第一個是SingleSlider 為什麼SliderInput 是一個複雜物件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不是已經會用了嗎 這不是我們的Slider 這是不是 這是我們早就會用了 可以接受嗎 好來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就比較特別了 來 同樣是 看著喔 同樣是SliderInput 它只是參數本來是 MinMax 然後現在Value 本來DefaultValue是50 對不對 現在改成2575 你看它print出來的樣子 它現在就變成了 兩個數字的 變成你可以選一個Range 你這樣懂意思嗎 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東西喔 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差別只在這個參數 只在這個Value這個參數 這樣可以吧 如果你認為你需要讓使用者輸入兩個參數 那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Value 你就給它兩個參數 這樣它出來看到的就是長這樣 這樣可以吧 好 最後一個是最神奇的 最後一個你看喔 這也是Slider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好 可是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這個 這裡有一個播放鍵對不對 按下播放鍵你看 它會跟著播放喔 所以如果你要放什麼影片什麼的 老實講 你現在已經想像得出來 第一頁是什麼第二頁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一頁一頁這樣過去 對不對 很有可能就是用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怎麼叫出來 來看著 一樣也是Slider Input 前面完全一模一樣 在豆點之後 額外給個參數 然後這裡 這裡Interval 200 代表的是 每200毫秒 前進一個 前進一個 這樣可以吧 然後loop loop等於True的話 當我loop等於True的時候 我現在到這裡好了 它到了100之後回到0 就是它回到0 這樣它loop了 對不對 當你這個loop等於False的時候 它到100 就會停在100 就不會動了 這樣可以齁 然後接著 這一個 上面這個Slider的進階應用 講完之後 我們就講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是Select Box 這邊有好多種選擇方式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一個參數 來 首先 Select Input Select Input裡面 三個選項 對不對 那我這邊三個選項 我給它選1 選2 選3 這個東西是不是很像Radio Button 現在很像Radio Button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像Radio Button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單選 只是說 Radio Button 它是直接給你選 在這裡你要有個下拉選單 東西太多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 不然的話 你的畫面會變得很擁擠 這樣懂的意思嗎 舉例來說 你們現在如果去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去 這個 線上匯款的時候 那選銀行的時候 那銀行不是一大堆嗎 如果我用Radio Button 給你看 那我那個畫面要多長 對不對 所以它就用選單次的給你選 這樣可以吧 所以第一個 最簡單的這個可以 對不對 第二個 最特別的 這兩個東西 幾乎一模一樣 差別在哪裡 這裡 這一個我按True 然後加上 我本來 我這邊有個Choice123 對不對 我在Choice123前面加一個 叫Choice... 等於 這個 等於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Default Select 就是什麼都沒有的 好你看喔 現在它是不是就選到了那個 Choice... 好你注意一件事喔 可是我選下去 我發現只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空的 而且我一選完這個選項之後 我就再也不能選回那個選項 好這個 所以這一種 這一種呈現方式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什麼都不選的時候 那我就 我就知道你還沒選擇 這樣知道嗎 因為你就是 你回傳的是空的嘛 對不對 那當你一選擇之後 你就不能改變了 這樣懂意思嗎 那如果是左邊呢 左邊你就一定要有個Default Value 那有時候你就不適合有Default Value 就在說銀行的 就在說剛講那個 選要匯款銀行的時候 我其實 沒有必要給Default Value 我就 讓我在Server端知道你什麼時候選了 什麼時候還沒選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再來看一下下一個參數 來下一個參數 這個東西我們再把它關掉 然後Multiple成True Multiple成True 但會變什麼樣子 來 它的框框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喔 我現在可以選一個 我可以選兩個 選三個喔 用Ctrl就可以多選了 這樣知道吧 這個東西 所以這又是一個多選 這是不是很像前面那個 Checkbox Input那裡 好這樣可以吧 這個東西就很像 好 那最後再來 我們把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把它再打開 就是本來這個是Force 這個打開嘛 這個參數只要一打開 意思就是一開始我可以什麼都不選 這樣知道吧 你看喔又來了 1 2 3 好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要怎麼關掉呢 我用那個 就是這個 backspace backspace可以把它刪掉 這樣知道吧 backspace把它刪掉 好 所以說 基本的這個控制列的參數 我們是不是都學會了 這樣知道吧 你等一下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等一下你就稍微練習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等一下 下一節課的這個 下一個小節的練習題 我們下一節小節的練習題 是 我們現在啊 這個 請你直接 直接 寫出一個APP 它需要一個這樣的功能 注意喔 從現在開始 你要寫一個 程式 大部分的使用者 他都是用這種方式來跟你溝通 他絕對不會給你一個 你靠照他改 這樣子 對不對 他們會說好 請你寫出一個APP 我需要這樣的功能 第一個 允許使用者上傳範例檔案 這個範例檔案 這個範例檔案 就是剛剛那個 Example TXT 你已經下載完了 第一個 你需要在UI端 讓他可以 file input 對不對 file input進來以後 你可以用練習一的來改喔 你可以用練習一的答案來改 這樣比較快 我沒有必要從頭開始寫啦 好不好 但是你不要直接貼練習二的答案 因為你 你如果每次練習的時候 都是貼以前的來改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以後 這些資源通都是你的資源 我都會放在網路上 對不對 你要做的時候 你就說我記得第幾課哪裡 好像有那個東西 我就從他來改這樣就好了 好 先讓使用者可以上傳檔案 接著按下按鈕後才畫三部圖喔 沒有按之前 沒有按之前不要畫喔 按鈕在哪裡 按鈕是不是前面這裡 Action Button 加1那裡 他Default Value是0 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是0的話 是不是就不要畫 按了之後才畫 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好 接下來讓使用者選擇散步圖的顏色 這easy radio button 讓使用者能下載這張散步圖 所以你需要會操作那個download的 download button 這樣知道吧 你要完全聽得懂 我剛剛download button在講什麼 你這邊才做得出來 最後 上面四個是基本的 最後一個是看你心情 好不好 如果你先做完了 你就再給他增加一些東西 好 那我們要怎麼把圖存下來 來 圖存下來需要用這種函數 需要用 pdf 跟dvoff 把plot這個函數把它 包起來 這樣知道吧 那這個東西就是檔名 對不對 這個檔名顯然就要 跟剛剛前面這裡的 con 做個link 這樣知道吧 這樣知道要怎麼改了吧 好我們試著做一下好不好 我們答案從原始版的這個 這個是我們剛剛練習的答案 我們從這邊開始改好不好 這個練習的答案 簡單講就是browse以後 然後上傳 然後這邊就有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首先 我們第一個 這個 這個upload file 這裡已經有了嘛 對不對 下一個我們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 要加上個download button 對不對 download button要download這張圖 那我們要怎麼增加download button download這張圖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download button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一行 找一下 在這裡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download button 我們把它放到 我們新的UI這裡來 我們把它在 color的下面 就在這裡 再給它一個豆點 download button 然後我們這裡download 我們就叫它download好了 不要叫它download2 這樣可以吧 我們就叫它download 把它儲存之後 我們先按run 我們每次加一個新東西之後 我們就先按一下run好了 這裡是不是有個download button 當然了 什麼反應都不會有 這樣子啊 因為我們根本還沒設計 它裡面要有什麼反應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把它關掉 接著我們在server端這裡 這裡是不是 這裡是不是我們的download button 然後我們把它貼到這裡來 好 這個叫download喔 好 因為我們的output是PDF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先把default港名 把它plot.pdf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然後接著 我們先不要改裡面好了 先不要改裡面有一個什麼好處 就是我們按run 然後 至少我們是download到 對不對 這至於download到是什麼 那不是那麼重要 那算了 這樣可不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想要把download的東西 把它改成我們的圖嘛 對不對 啊我們的圖在哪裡 我們圖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這一整串把它複製下來 把它放到這裡來喔 這裡才是在畫圖 這裡才是在 決定要 那個就是 決定那個就是 檔案是什麼地方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貼過來 如果 data 如果isnone的話 就什麼都不要 else的話 我要做什麼事咧 我要plot data color等於input color 最重要的是 我需要把pdf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怎麼存圖的 這裡對不對 是不是這三行 好那這個 這個東西我剛剛不是說路徑嗎 路徑不是要跟這個con連動嗎 好我們把它放下來喔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按run 現在你按download button 什麼都不會有啦 因為你根本檔案都沒上傳嘛 對不對 接著你先 上傳之後 我把它改成green 然後再按下download data 哇靠 還是不行 不給面子耶 找不到物件 喔喔我這裡點 我這邊不小心點到一個 這樣可以吧 再一次好不好 上傳 換個顏色 download 好看到了嗎 是不是download下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 現在 現在我已經把download button加上去囉 下一件事是我要加action 對不對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再下載這裡 我們把example data複製一下 就是複製這樣子 這樣等一下我們就有兩個可以變換 對不對 好來看一下喔 如果你需要加action button 那你是不是要在UI這裡 先找action button 是不是這一行 這樣可以嗎 我們把這一行複製到 UI的 我們在最上面好了 好就叫action 好一樣的 我們先不要去設計什麼事件 我們就直接按run 這裡是不是有個action 只是現在這個action 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啦 這樣知道吧 這個action 你有按沒有按沒有意義 對不對 好那你可以做什麼事咧 來 這個action1 它在server端 是不是就叫input的action1 我們把它設計在 我們剛剛這個 讀data這裡 讀data這裡 我們是不是可以額外增加條件 else if input裡面的action1 它等於等於0的話 一樣什麼都不要做 else 你才做事 好這樣子的話我們再按下run 好不好 現在 當我還沒按的時候 當我還沒按的時候 這個 我現在上傳上來 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喔 好不好 當我按下去之後 反應才會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可是這樣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咧 來第一個如果我先按了 我先按了 然後 那這樣它就可以做了 因為它就不是0啊 對不對 或者是我換一個檔案 我換個檔案它就沒救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要怎麼改變咧 來看一下我怎麼改變喔 欸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要換一個函數 這個一定不會是真的 reactive這裡啊 我們把它改成event event reactive 然後我們把action1 按這個東西 把它放到這裡來 按兜點 然後接著 這些都 這些剩下都可以復原了 也就是說我們換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第一個參數 變成需要輸入那個event是什麼 好就是換一個函數而已啦 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先按下run 我再按一次run 你看一下效果喔 好不好來 現在我先按喔 我按很多次喔 對不對 好可是我現在再上傳 沒有反應對不對 我一按下去 它才有反應 我換一個檔案 喔 不過因為檔案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不出來它有變化 這個時候其實你要按下 這個時候其實你要按下去之後 它才會有變化 不過因為檔案一樣啦 所以你看不出來 這樣可以吧 我可以每次一上傳 brose的時候把action先復原嗎 不可以 action那個不能復原 但是你如果要 你如果需要那個action 你可以用event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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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設計 就是每次動作 都是發生event 之後才要做 也就是沒有按 就什麼都不會做 就算裡面改變了 也不會做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好 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好不好 好你要走沒關係 好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 我們現在啊 我們現在所有流程都是UI輸入參數 然後進了server做一些運算 然後之後東西就出來嘛對不對 那假設啊 假設有時候 我希望啊 舉例來說我們剛剛 那個data總共五個variable 對不對 我希望把這五個variable 可不可以 UI先讓它上傳一個檔案 然後我在server中看到檔案是什麼之後 我把檔案的這個 就是它的那個variable的名字 把它讓使用者做選擇 就是回到UI端 讓使用者做選擇 使用者又選擇完了以後 我再回到UI端去做些運算 然後再把它呈現回 欸 我再回到server端做些運算 再回到UI端呈現給使用者 欸就是以前我們都是 UI到server server到ui這樣就over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 UI到server server到ui UI再回到server server再回到ui UI再回到server server再回到ui 答案是有可能的 我們來看怎麼做好不好 好 就是我們這邊 我們想要做許多近距離分距離 會受到限制啦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有一筆這樣的data 我們有一筆這樣的data之後啊 如果我們想要做的是 Linear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我們是不是有教過 Linear Regression 是不是我這裡需要用到 變數名稱 我現在有一筆data 讀進來之後 我現在有一筆data 讀進來之後 我現在有一筆data 讀進來之後 是不是需要變數名稱 然後接著 Linear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的語法就是這麼簡單 把這個變數名稱1變數名稱2 然後data 然後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可以出現一個result 這樣知道吧 然後結局跟斜率 接著Summary 它還可以出現很多 很多information 那這個information是什麼 我們先不談啦 只是說 所以如果我希望我的app可以做先行回歸 那我是不是就要讓他在裡面可以選 而且是要兩階段的 首先先把檔案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我才知道裡面有哪些變相 我再讓使用者選 使用者選完之後 我再根據使用者選擇結果做先行回歸 然後再把結果送出 這樣可以吧 我們看一下怎麼做喔 我們先看變相名稱怎麼拿 變相名稱 變相名稱需要用到colornames這個函數 這樣我就有變相名稱了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不是我就可以拿來做什麼 select input radio button之類的 這樣可以吧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colornames裡面的 如果我今天要做回歸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data裡面的某某東西 data裡面的某某東西 這樣使用者選到什麼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這裡使用 input的XX input的XX 去知道說使用者選到的是哪一個variable 對不對 這一串是不是一串文字 這是一串文字 這是一串文字嗎 這個colornames是不是所有可以選的文字選項 如果我使用的是什麼 select input 是不是 使用者選到的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我這裡是不是就可以擺 input的XX input select1 類似這樣 input select2 使用者選到什麼 就做什麼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 Render UI跟UI output兩個參數 這兩個參數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剛剛的 UI到Server Server回到UI之後 再回到Server 再回到UI 這樣子 我們來看怎麼做喔 好 我們直接複製貼上 我們首先先看效果好不好 在我們 在我們開始做之前我們先看效果 來首先 先上傳一個檔案對不對 接著你在這裡是不是可以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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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選擇Wait對Height 也可以Wait對TG 這樣是不是會變換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個是不是就是剛剛那個 Linear Regression Summary的結果 這個是不是就是他的 三步圖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做到的好不好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做到的 首先 在File Input這裡就是一個Files 這個我們會做對不對 然後接著 這句話是廢話 這裡 顯然是兩個關鍵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不是就是這裡 給我選擇變相這裡 他的方法是什麼 叫UI Output 然後這個東西是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 等一下就是我要選擇第一個column 跟第二個column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Server端看一下 這兩個東西要怎麼寫 這兩個顯然是關鍵 這樣知道吧 OK吧 UI Output這兩個東西 當你需要隨著 這個Server端的某些東西變換的時候 你就要用UI Output的這個函數喔 好接著 在這裡 Plot Summary跟Plot 這個是非常easy的 這個我們之前就學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 重點是這裡我們要怎麼處理 這裡我們要怎麼處理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怎麼處理好了 首先 Data先讀進來嘛 這不重要 對不對 來這裡是關鍵 Output裡面的Choose Column 1 就是第一個這個嘛 對不對 他等於什麼呢 等於Random UI Random UI做什麼呢 首先先看有沒有Data 有的話 有Data的話 我就把他的columnens把抓出來 columnens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五個變相 對不對 然後 設計個select input 注意喔這個select input 本來不是寫在UI端嗎 現在 你使用UI Output 你在UI端使用UI Output 你就可以把select input 寫在Random UI裡 變成Server端的東西 這樣有什麼好處咧 因為這個select input的選項 是根據這個columnens變換的 本來我在UI端 我不可能做這件事啊 我一定要先寫死啊 他只能選什麼嘛 對不對 但是現在在Server端 唉唷 就可以變化啦 因為我可以根據我的檔案 決定我要 給出什麼樣的selection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第一個會做以後 第二個就是一模一樣了 然後現在這個Y跟X 它就相當於是在UI端的Y跟X喔 所以現在 如果我在其他地方 要叫X跟Y 我就是用Input裡面的X 跟Input裡面的Y 這樣可以理解我在修什麼嗎 接著往下 Summary是什麼呢 首先先把Data讀進來 然後 X就等於 大X就等於Data裡面的InputX 大Y就等於Data裡面的InputY 那這個InputX跟InputY 就是在這裡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然後X跟Y 我做Linear Regression LM Y對X 做Linear Regression 做完之後我把結果 Summary 然後Print出來 這樣可以嗎 接著一樣 InputX InputY 把它畫散布圖 然後用RandomPlot把它弄出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 這個 關鍵在哪裡 上傳一個檔案之後 這兩個東西 它實際上是一個UIOutput UIOutput 就是這裡 UIOutput 這樣知道嗎 這個UIOutput裡面 我在這裡 我在Server端去決定 我要呈現出來的UI 到底要長成什麼樣子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RandomUI 說穿了RandomUI跟UIOutput的組合 說穿了就是 我不要在UI的語法裡面 寫我的UI要什麼 我在我的Server端語法 寫說我的UI要什麼 因為Server端可以進行運算 所以說 我就可以運算完之後 再決定 我要呈現出來是什麼 這樣懂意思吧 好 當你懂意思的話 那我們就要 進行我們的練習題 來 練習題就是 剛剛 請用這個改就好了 用這個改就好了 好不好 剛剛做Linear Regression 對不對 現在 我們希望你做的是 Corelation Test Corelation Test 這裡可以改Method 跟剛剛一模一樣 一樣也是輸入兩個變相 輸入兩個 這個就X 這個就Y 對不對 輸入兩個東西之後 這裡Method可以選Person Method可以選Person 所以 你需要設計一個選單 在剛剛這個Round這裡 上傳上來之後 現在他在這裡直接做的是 Linear Regression 對不對 請你在這裡設計一個Radio Button 讓他選擇他要做Person 還是Perman 然後把這裡 從 Linear Regression 改成Corelation Test Corelation Test的函數 就是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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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吧 試著做一下 不會很難改喔 試著做一下好不好 好 做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要怎麼改 這一題的關鍵在於什麼 我要把Linear Regression 換成Corelation 對不對 那Linear Regression怎麼做的 當初我們來看一下當初的語法 LM 這個跟這個 那現在他在Server端被改成什麼了 LM YX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怎麼改勒 我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我是不是要把剛剛那個 LM改成Corelation Test 這樣可以吧 然後有Person跟Spearman喔 好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加個Radio Button 讓他可以選擇好不好 好 我們在這裡 多一個Radio Button 然後我們Input的物件 叫他就是Method好了 然後 Method 好就這樣子 懶得寫了 Choice 等於 好 Person 還有 Spearman 這樣可以嗎 我們先加Radio Button 這樣可以吧 應該不會覺得太難吧 對不對 好 我們先按一下Run看一下 現在這裡是不是可以選了 當然啦 你選什麼都不會有改變 因為現在這根本還沒有連動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接著我們要怎麼改勒 根據這個Method 我是不是要在Server端 我要把這個Summary給改掉 本來是用LM 那我改成什麼 我改成COR.Test Method COR.Test 可是這裡啊 這個東西是不是要跟上面這個連動 所以我是要改XY 這個Readout是直接出來 所以不能Summary 這裡要直接Readout出來 好 那我的Method是不是要改成 Input的 Method 這樣可以嗎 Return 我要把Return 我要把Return 傳出來啊 這個只是存成一個物件啊 我要把它Print出來 這樣知道嗎 好 我按一下Run 我再按一下Run 看著喔 好 現在它是不是從Spearson 我改Spearman的時候 它是不是改掉了 好 這樣懂意思嗎 其實我要你們做的 就這麼簡單而已啦 那當然啦 這個後面是有答案的啦 好不好 後面這裡是有答案的 那 做法就是 其實就真的只是改這行而已 這樣看到了嗎 然後跟前面加一個 加一個Method 這樣 我這邊還加了一個Color 這個花俏而已 不重要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 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啊 今天的課的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 可以上傳Data 之前是不能上傳Data 現在可以上傳Data 第二個是 基本上我們大概介紹了所有控制區的物件 你可以自己自由組合 這樣子 最後 Random UI跟Output UI Output 這件事情讓我們可以實現 UI到Server Server到UI UI再回到Server Server再回到UI 這樣子的流程 好不好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啦 下節課我們要加強Server端的運算效率 還有更多就是 包括怎麼排版啊 那些有的沒的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啊 我覺得你們都需要復習啦 好不好 需要很大量的復習 啊 欸一定要跟上啊 因為 欸怎麼了 什麼答案跟剛剛的不太一樣 什麼叫答案跟剛剛的不太一樣 剛剛的那個 不是有改Data 然後的C 什麼東西 剛剛剛剛R 這裡 可以 誤會場 對 好好好 就這樣 就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下課啦 好不好